天才般的设计 潜水中的巡洋剑 结合多种鱿鱼类型 鱼一身的鱼儿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小鹏大咒 那么这一期的视频 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什么是挡水版JIG Chatter Bay 以及如何搭配它使用的吊具 和它的操作手法 这就是一颗标准的挡水版JIG 它前面设计了一个像宽背一样的挡水版 像Spinner Bay和JIG一样的绒毛毛Rubber Skirt 像JIG High一样的大钩 又像Swim Bay一样可以挂T尾 集合了多种鱼儿的优点于一身的甲尔 它就是Chatter Bay挡水版JIG 我多数的时候会在夏秋两季 水草茂密的时候使用它 我为它搭配了两套吊组 那我们一一到来 我为它搭配的第一支杆 是老婆送我的生日礼物 它是一支6尺8的鬼斩 F5 5.5的硬度 6尺8的长度 4分1到1盎司的鱼儿 8到22磅的线 我为它搭配了一个16磅的纯碳线 那么第二支杆 我也会用这支杆来吊一些重型的宽背 那么这支杆是 Megabus的Destroyer F5的硬度 7尺的长度 8分3到1盎司的鱼儿 10到25磅的线 它的杆 名字是Megabus 我搭配了一支Kalcuta的201DC 通常情况 Megabus这支杆 我会用它调稍微重一点的 挡水板Jig 多数的重量 我为它配备的是 2分1到4分3左右的重型挡水板Jig 但是最常用的还是这根老婆送我的 6尺8的鬼斩 通常我会为它搭配一支 8分3到2分1左右重量的挡水板Jig 来试掉于5尺到6尺左右的水域 调挡水板Jig的所有素笔的轮子 我通常都是使用在6左右 第一个轮是58 第二个轮就是62 高于7速的轮是不太适合掉挡水板Jig的 挡水板Jig的挑选非常简单 认准一种耳 绝对不会走弯路 我所有的挡水板Jig几乎都是这个品牌 Z-Man和Evergreen共同研发的Jack Hammer 在颜色上的挑选 我多数的时候会选择绿白和黑蓝这两个颜色 还有一些品牌 比如说Strike In 它会把重量放在这个挡水板的下面 它的油脂也是非常的好看 为你的挡水板Jig加上一支合适的T尾 增加它水下的游动动态 当然也可以为它加装一支Trailer Hook 来增加你钓上大鱼的几率 挡水板Jig的使用环境 我通常会选择在6尺以下的水域 那就是6到2尺左右 在草线的旁边或者草堆的旁边 或者这片水域是一坨草 一坨地方没有草的地方 来使用挡水板Jig 挡水板Jig的操干方法 无非也就三种 第一就是匀收 第二就是快收慢收交替 第三就是把节奏感打乱 有时快有时慢 除了以上三种快收的手法 挡水板Jig还有一个非常有效的做掉手法 就是跳底 跳底的挡水板Jig的选择 一定要用牵头在挡水板上面的 然后钩在水下是可以来回移动的 当你的这个牵头沉到水底的时候 那么我会为它 通常情况我会为它选择一只 龙虾类型的尾巴 当然了 因为这个钩的距离会比较短 我会把这个龙虾裁剪一下 裁剪到适合这个挡水板Jig的大小 然后把它挂上去 这样的一个鱼饵搭配 为我斩获了无数大嘴鲁鱼 也是水下大嘴鲁鱼的一个噩梦 它等于是把Jig的吊法 增加了一个左右摇摆的一个游动姿态 非常非常的用于 强力推荐 牵头在挡水板的前面 后面挂了一只小钩 然后加上一只龙虾 这种鱼饵的收法和平常的Jig跳底 又有所不同了 Jig跳底我们是不想让这个重量游走的太多 那么这个鱼饵在我们跳底的过程之中 是可以收线距离稍微长一点的 以带动它这个挡水板的游动 增加它更多的水下动态 鱼它水下的动态非常非常的复杂 又有宽背 又有spinner背 又有Jig 又有Jighead 又有swim背 又有T尾 所以说鱼在看到它的时候 都会给你一个非常重的一个咬口 所以我在刺鱼的过程之中 也会使上我的全力 当我在五六尺水深的水域 看到了一坨草在那边 我就会拿起我的挡水板这个 在这个草坨的旁边走两圈 那么躲在这坨草里面的这只大嘴鲁鱼 它看到了这个游动自在如此复杂的一种鱼饵 它是受不了的 它会从草里面猛的钻出来 然后咬到你的沟里 当我们在使用挡水板这个 它挂到了草的时候 也不要怕 用你的干头用力的往下砸一下水面 这个草就会被它的大沟给挂断 如此繁复的设计 当然了 我们也可以做减法 有的时候 我会把一个挡水板这个上面的毛毛去掉 为它加装一只龙虾 或者再为它加装一只T尾 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评论点赞转发 多多支持小鹏大咒 你们的点赞就是我制作视频的动力 小鹏大咒 祝大家今天生活愉快 拜拜